高老师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聊这所学校呢 因为他真是在我们中国音乐团绕不开的学校 在我们国内真的太知名了 简直就是明星的进修圣地 我跟你数数啊 欧阳娜娜 王源 段奥娟 西林那一高都去进修了吧 你看王力宏 余文文 刘宪华 余嘉运 韩国的鸟叔 都是这所学校的前辈校友吧 而且我们还有源源不断的音乐生输送到这个学校去学习 因为它是一所宽季延出的学校 相对我们国内的学校来说啊 真的挺好进的 首先它不需要SAT成绩 雅思分数要求也很低 只需要6分 托福72分 它最近两年的录取率啊 都是50%左右 你看浙江的一本录取线才17% 而茱莉娜的录取率才有6% 但是这所学校学费就是贵 因为它是精英教育 不过你不用担心 如果说你专业够好的话 学校可以给你很高的奖学金 半奖全奖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有可能减掉一半的学费 甚至不用花学费 也可以上这所精英学校 其实啊 这些明星校友也不水 欧阳娜娜她可是科蒂斯转学过来的 王源呢 人家也有自己独立的代表作 段奥娟 人家在没有考上之前 天赋也很高 最近的上天赐的声音呢 西林娜一高和荣祖儿的对唱 更是一战风神 所以对于伯克利这种专业性极强的音乐学院来说啊 特别适合这种流量明星过来转型 不然你们就光说人家只有流量没有实力 你也想去伯克利镀金吗 你想和这些明星做校友吗 高老师聊了这么多伯克利 知道伯克利很牛了吧 普过园子 突然从1 na解For Peterson 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